7月6号上午,军方邀请媒体前往制航基地参访 由张崇豪中校、黄俊元中校两位种子教官说明永因高教机的性能 空军司令部表示,军方目前正在执行永因高教机测试 接级任务以及换训扩训任务 为国机国造、国防自足展现优异的成效 未来将持续精进换训人员妥善运用模拟机 熟悉武器、装备的操作、落实训练成效及安全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